爱就爱我就一点多一些 就算只有一点点 歌手李文 扣狗 五日传出离世 享年48岁 消息曝光让外界震惊 亲姐姐李思琳证实 李文于数年前不幸患上了抑郁症 长时间与病魔抗争 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于7月2日在家中亲身令大家悲痛 今年出道满30年的李文为华语音乐圈创下无数家机 1975年1月17日出生于香港的他 9岁时移民美国加州旧金山 据悉李文是一父子 妈妈在怀他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妈妈独自坚强地抚养三姐妹长大 为此李文也特别敬重妈妈 1993年18岁的他用本名李美玲 参加香港TVB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并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1994年出道后在演艺圈奋力闯荡 1995年6月发行Brave Enough to Love勇敢去爱专辑 在台湾上架仅一个月就突破13万张销售量 1998年李文第六张华语专辑地道地暗示 推出后不仅销量成绩优异 同时成为第一位进入MTV Asia Hit List榜 和Top 100 Asia Singles Airplay榜的亚洲艺人 更得到Billboard国际最佳华语音乐录影代奖 让他走向演艺事业的高峰 2000年11月已经打进国际市场的李文 登上Time时代杂志封面或评为华人之光 也曾获得美国哈佛大学颁发的杰出华人奖 2001年李文的事业持续攀向巅峰 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他演唱李安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 A Love Before Time 该取入为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李文成为第一位在奥斯卡典礼上献唱的亚洲歌手 当年亚洲周刊也将他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50人之一 近年来他则参与多档音乐类型电视节目 自我突破展现更多的面貌惊艳众人 如今巨星陨落让全球的歌迷都相当不舍 但他所留下的无数经典作品都会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 地球夜 没有你的我 终于开始看到期望 过去这季节 我都无所谓 这都是谎言 过了地球夜 想有点解 回到时天前的世界 大地球夜 想 Christ的花家In Dubai的过温暖 大地球寂寞的快乐 看上那个小时 美食中的飄料 愛你 愛你 來吧 謝謝你們的贈送 美麗和很感動 愛你們 親愛的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對我的愛跟支持 然後你們做我的後盾 我會加油 這段時間呢 希望你們自己也身體健康快樂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們 我也非常想念你們 愛你愛你 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 叫缺憾嗎? 缺憲 所以我其實左腿是沒有力 我在演唱會上 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其中一個故事 就是我一直這麼多年 我都一直隱藏 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 叫缺憾嗎? 缺憲 缺憲 對 所以我其實左腿是沒有力 所以我所有的力是要放在一邊 然後我每一步 走的每一步路都會空 所以大家走的一步 對我來說都是有困難的 每天 那對我來說跳舞是更加是一個挑戰 但我小時候是做過這個手術 然後可是沒有我把它弄好 所以我的童年的回憶呢 就是大概是一歲多兩歲的是在醫院 然後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就是會常常想念想回家 可是 就是 oh no no sorry 其實我很難說這個 就是因為我都會想到以前小時候 對 因為小時候有這個恐懼 就是 做完手術之後我會走路 所以我會害怕 我會害怕如果我在做這個手術的話呢 有可能會走不了路 有可能跳不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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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暫時不想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every day 我都盡量去live my life do my best 就算是一個挑戰 就算是有困難的 but I try my best 我去 忍受它 You get so crazy 要想我證明你對我的成敞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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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可怕 好可怕 chap 好可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